再说 我虽然现在比不上你 但是我的时间还有很多啊 人类的智慧是无止境的 未来的世界 是属于我的 而不是属于你的 看人不要看表面 眼光要放得长远些 现在抓着我不如你不放 可你自己 不也是不如别人 我的公司现在还很稚嫩 但是我有可以依靠的靠生啊 扫晚都比你强 也不知道是我太猖狂 还是您把自己看得有多重 你有靠山 歪国王 王室当然是我的靠山 但是今天 现在 我的靠山不是他们 要说怎么能让你看得清自己 不把压你一头的名集团搬出来 不够疏解我们彼此心中 纠结很久的玉器 你的意思是 你的靠山 是名集团 不然我哪来这么大胆子 敢在这里跟您娇嚣这么久呢 沈小姐 您知道名集团吗 那么请问 名集团的负责人现在在哪里啊 我们刚刚在外面等了很久 事实上 您几位是最后一批到达会场的人 名集团今年 也不会参加经济峰会了是吗 请问你有什么方式 可以联系到他吗 名集团 你认识他的负责人吗 我对这个集团很好奇 也很佩服 希望沈小姐有机会 可以帮我引荐一下 可以吗 沈小姐 请问名集团今天会有人过来吗 名集团的最高负责人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 国籍在哪 您又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当然会来 他跟我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我跟他是在平成医院里认识的 然后他这人年性太大 躲不开甩不掉 所以就这么一直交往下去了 你他妈老年痴呆啊 嘴里动不住东西了 原来 名集团的负责人 是这样的吗 你们为什么会在医院见面啊 不不不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跟名集团的负责人 交往过 哼 简直天不知耻 你把这个女人当宝 结果 她却早就跟别人的男人 暧昧不清 你就不想想 她今天之所以能参加国际峰会 原来是人家身后有金主相助 而你 却此后一个被别人包养过的女人 就真不觉得丢人 我倒看看 一会儿 那一位到了 你到底 有什么脸面 去面对她 众人闻言 神色也是千变万化